这是一个来自以色列偷偷运往美国的集装箱 还好节目组跑得快将它立马截获 打开箱子的一瞬间 只见里面堆满了各种铝合金融扩 董行的马哥一看就知道里面还有宝贝 他估计被遮住的物体是碳纤维 但一向谨慎的马哥还是对这次拍卖不抱有太大希望 因为乌兹哥三兄弟已经上了头 那姐看到三人亢奋的程度 稍微用脑袋一想都知道这箱子不简单 主持人直接将其拍价定在1000美元 泰哥大手一挥直接抬到2000 乌兹哥继续加价到2500 但那姐已经跟定他们了直接将价格抬到8000 泰哥不愿意输给那姐直接叫到1万 乌兹哥此刻已经进入魔化状态 将价格抬到了14000 旁边两兄弟苦苦哀求也没能拉住乌兹哥 乌兹哥甚至扬言叫他们晚上回去洗干净等着自己 这一次百分百大赚一笔 最后乌兹哥以17000美元拍了下来 三兄弟娶媳妇的钱几乎全押在上面了 朋友抱怨乌兹哥跟个小屁孩一样容易上头 但很快三人就开始兴奋起来 看起来只有两个的轮廓下面还有六个 这下直接回本8000元 最大的物品果然和马哥猜的没错 是一款双门跑车的碳纤维引擎盖 但三兄弟此刻根本就没心思理会这些东西 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最里面的大东西身上 将其他货物搬出去后 几人再次开始尖叫起来 随着防尘部慢慢揭开 一辆50年代后期的保时捷跑车出现在几人面前 三人直接血赚38000美元 这下娶媳妇的钱不仅够了 甚至还能多带两个回家 乌兹哥兴奋的直接开始飙起了车 接着来到第二个集装箱 打开的一瞬间全是木桶 马修看断里面是高档葡萄酒 但杰哥已经露出一副势在必得的笑容 价格被老黑友情提到1000美元 纳杰也来了拨顺水推舟抬到2000 杰哥嫌他们太啰嗦直接开价5000 这让众人一阵欢呼 但此刻在旁边不开枪的马哥说话了 直接飙价到了12000 杰哥今天势必要和疯子马修刚到底 但当他报价2万的时候脸上已经笑不出来了 看来杰哥的上限快到了 就在他刚好嘚死的时候 马哥直接开启狂暴模式台价到27000 杰哥想弄死马哥的心都有了 最终疯子马修用27000的价格拍了下来 首先是400平福加特轻松回本11000 接着出现的酒直接让马哥看不懂 一个来自越南用眼镜王蛇投炮的药酒 这玩意马哥都不知道到底值多少 朋友们觉得这酒能卖多少钱 接着几大箱全部是廉价的啤酒 马哥把希望放在了后面的大桶上 就当他以为全是高档葡萄酒的时候 结果一喝全是醋 这次导致疯子马修直接亏本2000美元